俄乌冲突爆发以后 许多人曾认为军事实力世界前三的俄罗斯军队打乌克兰军队 应该是崔库拉朽般的顺利 就算是支持乌克兰的西方媒体 也都认为乌克兰最多坚持三个月 然而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 乌军不仅顶住了俄军的进攻 还数次发起有效反击 几经争夺后 俄乌战场现阶段陷入了僵持阶段 俄乌冲突让人们发现 俄军指挥僵化战术死板后勤不畅等诸多不足 这算是俄军老毛病了 其实在八十多年前 林彪就曾明确指出苏军也有这些问题 而且对于中苏两国的未来发展 林彪也一直认为中国的发展会强于苏联 虽然他的观点在当时难以获得理解 但现在看来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林彪为何对苏联军队和苏联发展表示悲观 而林彪在苏联期间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苏联雍一让林彪罕见动怒 在十大元帅中 林彪虽然沉默寡言 却一直以礼待人 在遇到争论时不会用权威压人 而是坚持以礼服人 很多老部下都没有见过他发怒的样子 然而在苏联期间 他的火器却被多次点燃 在平行关大劫后 林彪因为被国民党士兵误伤 被迫回延安养伤 虽然伤势恢复得不错 但林彪发现自己有明显的后遗症 尤其对冷热十分敏感 经过医生仔细诊查 最后确诊为交感神经受损 以延安当时的条件 是无法治疗交感神经受损这种病的 为了让林彪得到治疗 党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治病 1938年底 林彪和妻子张梅一同飞抵莫斯科 让林彪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去竟是三年 林彪以为苏联专家能够治好他的病 然而苏联专家不仅没有治好他的伤病 还让他洗寒流量很高的温泉 这种温泉让林彪的毛孔不能迅速闭合 让他本来存在的冷热敏感症状加重 导致他非常容易感冒 另外苏联专家在使用阿托品给林彪治疗时 没算好分量导致他在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如果您懂医学知识 就应该知道阿托品属于一种散同类药物 这种药品会导致眼睛的模糊 还会让人渐渐产生怕光等症状 在经过这次治疗后 林彪不仅对冷热敏感 还怕风怕光 苏联医生的表现让林彪非常失望 他曾痛骂苏联医生 指责他们医术不惊 斯大林非常欣赏林彪 在苏联期间 除了治病 林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自然要经常参加苏联官方的一些会议和活动 对于这个来自中国的天才将领 斯大林一直很感兴趣 他曾多次和林彪讨论军事问题 虽然双方的交流需要翻译 但林彪展现出的军事水平 让斯大林非常佩服 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称林彪为天才战将 斯大林对林彪的喜爱 在当时的苏联是广为人知的 甚至有传言说 斯大林想用两个师与八路军换林彪 有人曾当面问林彪此事是否当真 林彪只是笑着说 不是 林彪对苏联的评价一直不高 斯大林喜欢林彪 但林彪却对斯大林有着不同看法 在与斯大林接触期间 对于斯大林流露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 林彪也是深感厌恶 成功预言德军的进攻战略 1939年8月 刘亚楼跟林彪说 苏联要和德国签订互部侵犯条约 两国不会打仗了 许多苏联将军也是这个观点 林彪对此不屑一顾 他说这知识希特勒还没准备好而已 一旦他准备好了 德国是一定要进攻苏联的 对于纳粹德国是否会进攻苏联 当时苏联内部一直都有不同意见 1940年9月苏军统帅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 这种会议原本只是苏军内部会议 与林彪无关 然而斯大林却认为林彪的意见很重要 因此邀请林彪参加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德国进攻的路线 在会上许多苏联元帅都认为 一旦德国进攻苏联 首先将攻取拥有发达工业和富饶资源的乌克兰 也有人认为德国会只取列宁格勒 然后南下进攻苏联的政治中心莫斯科 会上苏联元帅们讨论得很热烈 不过林彪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听着翻译人员给他讲解会议发言的内容 然而斯大林一直在关注着他 在其他元帅讲完后 斯大林提议让林彪发表意见 林彪觉得自己是外人 因此表示自己的意见不重要 但在斯大林的坚持下 林彪只得站到地图面前 林彪表示根据之前的战例 如果纳粹进攻苏联 他们的目标则是消灭苏联的有生力量 而不只是要掠夺财富 所以德军不只会从乌克兰进攻 而是全线进攻 从波罗的海到乌克兰 都会是德军的进攻方向 林彪发言结束后 苏联元帅们都摇摇头 就连向来欣赏他的斯大林都不认同他的想法 然而数月后 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的进攻路线 与林彪预测的基本吻合 直到此时 斯大林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林彪 他找到林彪 邀请他参加卫国战争 面对斯大林的邀请 林彪一点都不为所动 他此时更关心祖国的抗日战争 1941年底 林彪向延安发电表达回国愿望 毛主席很快回电表示同意 1941年12月末 林彪坐飞机飞抵新疆 经过一路辗转 他于1942年2月14日到达延安 毛主席知道林彪回来后非常高兴 他亲自去迎接林彪 朱德和周总理回延安都没有这个待遇 热情地拉着林彪的手进了窑洞 此外 毛主席还吩咐火房 为林彪做一顿好饭 事后还安排林彪住在杨家岭 因为那样会离他近一些 回国后认为中国以后必然强过苏联 在林彪刚回到延安时 党中央的机关报对他的行程进行了密集报道 2月17号晚上 党中央在中央礼堂为林彪和刚从前线归来的贺龙 举行了盛大的晚会 在晚会上 有人曾表示 愿将来中国和苏联一样好 林彪听后立即表示 将来中国会比苏联更好 此言一出 让很多人表示惊讶 当时中国一穷二白 而且半数国土正在被日本占领 而苏联当时不仅是工业第二强国 在军事方面更是能与机械化德军进行大规模的会战 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中 中国是无法与苏联比较的 在当时人们心中 苏联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就连当时的毛主席也不敢认为中国将来会强于苏联 因此他对林彪的回答表示惊讶 他很惊奇地问 真的吗 林彪点点头 然后发表了他对苏联的看法 他说 苏联的党能把俄国建成一个强国 但我们的建国条件比苏联好 我们应该建立更强大更幸福的国家 林彪论断的根据 林彪的论断其实是有道理的 在军事层面 林彪认为苏联在军事上虽然强大 但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工业和丰富的资源 苏联将领指挥非常死板 常常不顾战场实际情况打硬仗 即使遭遇了重大伤亡 也不懂得变通 苏联还不注重部队之间的通讯和协同 常常导致部队行动混乱 另外苏联并不看重后勤保障 这一点在部队占据优势时没多大问题 然而一旦陷入僵持阶段 后勤问题将会决定战场成败 林彪当时对苏联的论断 并没有获得人们的重视 因为苏联不仅在卫国战争中 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还在二战后步入巅峰期 作为超级大国 苏联不仅影响着全球 还曾大力援助新中国进行工业建设 即使如此 林彪依然对苏联不看好 坚持认为认为中国未来会胜过苏联 在解放战争后 林彪就曾对毛主席表示 中国将在20年内超过苏联 事实证明了林彪的战略眼光 虽然这句话在当时并未应验 然而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 中苏之间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进入80年代后 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进步飞快 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 而苏联因为领导层腐化 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逐渐陷入混乱 由于苏联迟迟无法解决 这些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 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而继承苏联的俄罗斯 在刚独立的前几年 经济一度陷入崩溃 这导致俄罗斯元气大伤 普京虽然稳住了俄罗斯的局势 然而如今的俄罗斯 因为被西方国家四处围堵 经济发展一直不稳定 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环境 导致俄罗斯的人才外流严重 没有相应的人才 俄罗斯的军事文化科技发展 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 从此次俄乌冲突的表现来看 俄军在独立30年后 总体并未有什么进步 基本就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 林彪没说过苏联好话 或许有个人经历因素 例如被苏联医生错误治疗 导致身体变差 但他的论断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实证明 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 林彪的战略眼光都堪称精准 此次俄乌冲突的结果 只是他又一个成功的预言而已 苏联雍一让林彪罕见动怒 在十大元帅中 林彪虽然沉默寡言 却一直以礼待人 在遇到争论时 不会用权威压人 而是坚持以礼服人 很多老部下都没有他发怒的样子 然而在苏联期间 他的火气却被多次点燃 在平行关大劫后 林彪因为被国民党士兵误伤 被迫回延安养伤 虽然伤势恢复得不错 但林彪发现自己有明显的后遗症 尤其对冷热十分敏感 经过医生仔细诊查 最后确诊为交感神经受损 以延安当时的条件 是无法治疗交感神经受损这种病的 为了让林彪得到治疗 党中央决定送林彪去苏联治病 1938年底 林彪和妻子张梅 一同飞抵莫斯科 让林彪没想到的是 他这一去竟是三年 林彪以为苏联专家能够治好他的病 然而苏联专家不仅没有治好他的伤病 还让他洗寒流量很高的温泉 这种温泉让林彪的毛孔不能迅速闭合 让他本来存在的冷热敏感症状加重 导致他非常容易感冒 另外苏联专家在使用阿托品 给林彪治疗时没算好分量 导致他在神经方面的症状越来越多 如果您懂医学知识 就应该知道阿托品属于一种散同类药物 这种药品会导致眼睛的模糊 还会让人渐渐产生怕光等症状 在经过这次治疗后 林彪不仅对冷热敏感 还怕风怕光 苏联医生的表现让林彪非常失望 他曾痛骂苏联医生 指责他们医术不惊 斯大林非常欣赏林彪 在苏联期间 除了治病 林彪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自然要经常参加苏联官方的一些会议和活动 对于这个来自中国的天才将领 斯大林一直很感兴趣 他曾多次和林彪讨论军事问题 虽然双方的交流需要翻译 但林彪展现出的军事水平 让斯大林非常佩服 斯大林曾不止一次地称林彪为天才战将 斯大林对林彪的喜爱 在当时的苏联是广为人知的 甚至有传言说 斯大林想用两个诗与八路军换林彪 有人曾当面问林彪此事是否当真 林彪只是笑着说 不是 林彪对苏联的评价一直不高 斯大林喜欢林彪 但林彪却对斯大林有着不同看法 此外 在与斯大林接触期间对于斯大林流露出来的大国沙文主义 是否会进攻苏联 当时苏联内部一直都有不同意见 1940年9月 苏军统帅部召开高级军事会议 这种会议原本只是苏军内部会议 与林彪无关 然而斯大林却认为林彪的意见很重要 因此邀请林彪参加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德国进攻的路线 在会上 许多苏联元帅都认为 一旦德国进攻苏联 首先将攻取拥有发达工业和富饶资源的乌克兰 也有人认为 德国会只取列宁格勒 然后南下进攻苏联的政治中心莫斯科 会上苏联元帅们讨论得很热烈 不过林彪一直没有说话 只是听着翻译人员给他讲解会议发言的内容 然而斯大林一直在关注着他 在其他元帅讲完后 斯大林提议让林彪发表意见 林彪觉得自己是外人 因此表示自己的意见不重要 但在斯大林的坚持下 林彪只得站到地图面前 林彪表示 根据之前的战例 如果纳粹进攻苏联 他们的目标则是消灭苏联的有生力量 而不只是要掠夺财富 所以德军不只会从乌克兰进攻 而是全线进攻 从波罗的海到乌克兰都会是德军的进攻方向 毛主席对林彪的回归感到非常高兴 林彪发言结束后 苏联元帅们都摇摇头 就连向来欣赏他的斯大林都不认同他的想法 然而数月后纳粹德军入侵苏联的进攻路线 与林彪预测的基本吻合 直到此时 斯大林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林彪 他找到林彪 邀请他参加卫国战争 面对斯大林的邀请 林彪一点都不为所动 他此时更关心祖国的抗日战争 1941年底 林彪向延安发电表达回国愿望 毛主席很快回电表示同意 1941年12月末 林彪坐飞机飞抵新疆 经过一路辗转 他于1942年2月14日到达延安 毛主席知道林彪回来后非常高兴 他亲自去迎接林彪 朱德和周总理回延安都没有这个待遇 热情地拉着林彪的手进了窑洞 此外 毛主席还吩咐火房 为林彪做一顿好饭 事后还安排林彪住在杨家岭 因为那样会离他近一些 回国后认为中国以后必然强过苏联 在林彪刚回到延安时 党中央的机关报对他的行程进行了密集报道 2月17号晚上 党中央在中央礼堂为林彪和刚从前线归来的贺龙 举行了盛大的晚会 在晚会上 有人曾表示 愿将来中国和苏联一样好 林彪听后立即表示 将来中国会比苏联更好 此言一出 让很多人表示惊讶 当时中国一穷二白 而且半数国土正在被日本占领 而苏联当时不仅是工业第二强国 在军事方面更是能与机械化德军进行大规模的会战 在当时很多中国人心中 中国是无法与苏联比较的 在当时人们心中 苏联是渴望而不可及的存在 就连当时的毛主席也不敢认为 中国将来会强于苏联 因此他对林彪的回答表示惊讶 他很惊奇地问 真的吗 林彪点点头 然后发表了他对苏联的看法 他说 苏联的党能把俄国建成一个强国 但我们的建国条件比苏联好 我们应该建立更强大更幸福的国家 林彪论断的根据 林彪的论断其实是有道理的 在军事层面 林彪认为苏联在军事上虽然强大 但主要是依靠强大的工业和丰富的资源 苏联将领指挥非常死板 常常不顾战场实际情况打硬仗 即使遭遇了重大伤亡 也不懂得变通 苏联还不注重部队之间的通讯和协同 常常导致部队行动混乱 另外苏联并不看重后勤保障 这一点在部队占据优势时没多大问题 然而一旦陷入僵持阶段 后勤问题将会决定战场成败 林彪当时对苏联的论断 并没有获得人们的重视 因为苏联不仅在卫国战争中 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还在二战后步入巅峰期 作为超级大国 苏联不仅影响着全球 还曾大力援助新中国进行工业建设 即使如此 林彪依然对苏联不看好 坚持认为认为中国未来会胜过苏联 在解放战争后 林彪就曾对毛主席表示 中国将在20年内超过苏联 事实证明了林彪的战略眼光 虽然这句话在当时并未应验 然而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后 中苏之间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进入80年代后 中国在党的领导下进步飞快 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而且中国的前景是光明的 而苏联因为领导层腐化 国内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逐渐陷入混乱 由于苏联迟迟无法解决 这些斯大林时期遗留的问题 最终导致苏联解体 而继承苏联的俄罗斯 在刚独立的前几年 经济一度陷入崩溃 这导致俄罗斯元气大伤 普京虽然稳住了俄罗斯的局势 然而如今的俄罗斯 因为被西方国家四处围堵 经济发展一直不稳定 因为没有稳定的经济环境 导致俄罗斯的人才外流严重 没有相应的人才 俄罗斯的军事文化科技发展 一直落后于发达国家 从此次俄乌冲突的表现来看 俄军在独立30年后 总体并未有什么进步 基本就是在吃苏联时期的老本 林彪没说过苏联好话 或许有个人经历因素 例如被苏联医生错误治疗 导致身体变差 但他的论断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事实证明 无论是军事还是政治 林彪的战略眼光都堪称精准 此次俄乌冲突的结果 只是他又一个成功的预言而已